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千灵节是为了纪念传说中寻找纯水精灵 赢回了水神厄格利亚的纯水骑士而设立的节日 这个日子和风丹的成立 以及其特有的律法与审判息息相关 也是风丹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紫威尔的表情突然好别扭 就像…就像在吞一卷旧报纸一样 这些话都是书上写的 为了避免一些… 呃…定义上不必要的争议 在需要饮用时 我一般就会这样照着背一遍 哦…我懂了 就像是蒙德的风花节 离月的海灯节一样 可以这么类比 节日嘛 谁不喜欢 和其他国家的节日一样 每到千灵节这几天 风丹亭还会举办许多活动 人们为了纪念纯水骑士 会效仿他们的样子 穿上特殊的衣装 手举金杯 挨家挨户 向人们讨要纯净水 不过最近几年 弗宁那大人觉得这样太无趣 就把讨要纯净水 变成了讨要甜点 真像是她的风格呢 现在她更像一个狂欢节 孩子们倒是挺喜欢 每年都能听到有人对你说 不给糖就审判 听起来还挺有趣的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 千灵阴影节又是什么 咱们都聊跑题了 我一定是见到您之后太开心了 让我们回归正题 这是今年风丹阴影协会提出的活动 如今阴影技术渐渐走向成熟 也是时候让这一艺术 得到更多人关注了 协会在这段时间 向人们公开收集阴影成片 最后进行评选 得分最高的一部阴影 将会获得协会颁发的 弗宁那奖 是 什么奖 就是以水神大人的名字命名的 弗宁那奖 这应该是在弗宁那大人 在位期间就取好的名字 如今嘛 也没人提出要改 可能大家都觉得挺合适的吧 虽然他不再是水神 但弗宁那大人 作为风丹的大明星 在舞台上闪耀的样子 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好吧 这么一说 的确挺大 唉 但谁能想到资金上出了问题呢 这下怎么和千枝小姐 还有千里迢迢 从到期赶来的演员们交代 千枝 这个名字好耳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听到过 没错 就是他 我请他来负责艺术指导 包含了这部阴影中 演员的形象设计 哦 我想起来了 纳维亚说 她的衣服就是千枝 为她定制的 还有起凉凉也是 千枝小姐怎么说呢 说话直来直去 做事也很犀利 风丹时尚界都叫她 名雷的彩景师 因为她出色的服饰设计 不少风丹人对稻妻 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说回来 千枝小姐和我请来的 稻妻演员们都认识 这次跨过阴影合作 也多亏了她的相助 真是位好心肠的女士 稻妻的演员是谁啊 我们认识吗 不如 二位和我一起去 寻鬼船总站台 迎接他们吧 算算时间 寻鬼船快要到了 千枝小姐也在那边 等着和我会合 千枝小姐 你和投资人谈得挺快 寻鬼船还没到 嗯 他们是谁 哦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是旅行者和派蒙 你们好 你好 听说千枝屋的老板很厉害 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呢 谢谢 我只是为了让她 不要再穿得像一只 掉进了颜料筒的猫 所以 发生什么事了 你脸色不对 事情是这样 稍等稍等 千枝小姐 我 我知道你提醒过我 这位投资人有些问题 他绝对有 但我实在无法拒绝 他当时提出了 比其他人高一倍的预算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 我也是事出有因呢 拿到了这么优秀的剧本 当然还是想把这部 阴影给拍好了 但其他人提出的预算 完全撑不起账目 好不容易遇见一个 愿意出大钱的人 我就 紫威尔你别难过 我们 我们说不定可以为你 凑一些摩拉呢 谢谢你 派蒙 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阴影的开销是很大的 光是凑 恐怕连演员的出场费都付不起 算了 已经发生的事也无可奈何 不过 现在还不是你放弃的时候 难道 千真你有什么办法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事情还有得聊 毕竟我推荐的演员 比起摩拉 更注重其他东西 真的吗 那你们住哪儿呀 我们美露星的家在海漠村 是一个需要从水下进入的地方哦 哇 那你们每天下班一定很累吧 要有好远好远的路呢 你好贴心 但一些美露星 也会选择住在风南亭 这样更加便捷嘛 我们到了 这就到了吗 我都还没和艾贝尔聊够呢 我也很享受艾贝尔小姐的介绍 生动详识 让人意犹未尽 谢谢你们 我平时都在这般寻鬼船上 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我还有好多景点 没来得及跟你们介绍呢 欢迎来到风丹亭 千知小姐 你变化真大 这还是你离开稻妻之后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也想不到过了这么长时间 当时走得急都没和你们道别 感谢你的邀请泽贝尔先生 我很期待此次风丹之行的收获 神力先生能来 应该是我的荣幸才对 泽贝尔你说的几位演员 居然是他们吗 旅行者和派盟 哇 好巧 我和灵花路上还聊起你们 你们也是来拍映影的吗 我们在会场碰到了泽贝尔 就一起跟来了 不过我不是演员呦 神力大人和灵花才是 而且还是主演呐 我沾灵花的光 跟着一起出来玩玩 我这不是 仇备阴影的时候 完全联系不上你们 想着您也许 在忙着自己的失误 不好打扰 所以在这部阴影里 我就只能将您放在我心里 先另寻他人来饰演一号演员了 来丰丹的路上 我也思考了很久 怎样才能见到你们 给你们一个惊喜 没想到 还是被你们抢先了 各位都彼此认识 这可太巧了 大家能够在此重逢 着实不易啊 不如这样吧 我们移步到德波大饭店 大家边吃边聊 座位我也预定好了 咦 我们也有份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我会叮嘱老板 多上几个好菜的 那就有劳泽维尔先生带路了 哇 风担的建筑都好高 好大 还有艾贝尔提到的喷泉 看起来十分精美华丽 中间那个大圆球 是怎么转起来的呀 难道 这就是发条机关 这就是风担的美食吗 味道和稻妻真不一样 怎么说呢 做法更加复杂 味道也很有层次感呢 我当初去稻妻的时候 反倒觉得那边口味太过清淡 花了些时间才适应 说回此行的目的 泽维尔先生 你的应应 如今筹备到哪一步了 其实团队的成员 我已经基本找齐了 灯光师 道具师 服装设计 剧本也从小说作者那里 买到了版权 哦 是叫两个冲枪手 对吧 来的路上我看了你寄来的剧本 是个不错的故事呢 原本等神力先生和令花小姐 到风担之后 阴影就可以立马开拍 但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说来听听 影片的投资人莫里斯先生 今早突然告诉我 他遇到了财务危机 无法给予我 约定好的摩拉了 听说风担的律法体系很完善 如果是他违约 不能将他告上审判庭吗 唉 我更在意的是 阴影的拍摄 就算要上审判庭 一趟流程下来 开庭日恐怕都要排到 一两个月之后了 如果用筹资的方法 解决资金问题呢 我也这么想过 但很难在短时间内 抽集到这么多摩拉 毕竟千灵阴影节的拍摄时间有限 嗯 泽威尔先生 如果我和令花愿意为你无偿出演的话 是否能解决你眼下面临的问题 什么 这 这怎么行 你们大佬远过来一趟 还无偿演出什么的 不不不 这绝对不行 泽威尔先生 您不必介意 在收到您邀请的时候 我和哥哥其实就有这份打算了 到期刚解除锁国不久 急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我们之前与风担合作叫赏 此行便是希望为将来开个好头 不如说 这才是我们设奉行来风担真正的目的 可 无偿演出也太委屈二位了 哪里的话 虽说我们此行只是以考察文化的名义来到风担 但若是想要建立正式的文化合作 也得表达一些诚意 这部映影刚好能够成为到期与风担友好交流的证明 我个人也希望影片能够顺利上映 若是还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就请泽维尔先生 多为我引荐几位风担文艺界的能人妙事吧 好 那就照您说的办 谢谢 太谢谢你们了 这下我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凑个魔了 喂 别想那么绝 我也以品牌赞助的名义 帮你一部分 我也可以 虽然我这次出来没得太多零花钱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嘛 您这些好先生好女士们 我 够了够了 省下两位主演的片酬 再加上泽维尔的储蓄和我的赞助 我猜已经差不多了 你们与其出钱 不如出力吧 怎么出力啊 我 我们拍映影也不专业 泽维尔 擦擦眼泪 告诉大家你团队里还缺什么人 啊 好 好的 我想想 现在还缺少一位摄影师 一位场计 一位后勤 原本我想自己担任导演 但光是制片人的身份 就已经让我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导演和导演助理两个职位也还缺席 摄影师和后勤我知道 但场计是干什么的呀 场计负责在摄影师拍摄的时候 利用打板器记录并整理每一段镜头的清晰 是个需要耐心与细心的体力活 打板器 难道就是拍摄的时候 可以拿在手上看大一下的那个东西吗 就是那个 你有兴趣吗 有 我一直都想试试看呢 那场计就交给你来的 后勤工作我让店里的人过来搭把手 怎么样 泽威尔 好 我没见 至于摄影师的职位 我想交给旅行者来负责 哦 他很会摄影的 这一路走来 我们的留影机都不知道拍过多少东西了呢 嗯 这也是我的想法 以前合作的时候 就发现旅行者对摄影构图很有研究 想必是因为旅行者形变诸国 博览众多吧 看得多了 自然就知道 镜头中应该收录什么 怎么样 你有兴趣接下这个职务吗 谢谢您 真是太贴心了 来 我要给您个拥抱 亲爱的好朋友 那接下来就剩导演和导演助理了 我 我先把导演助理给认领了 总之就是帮导演的忙对吧 这我能干 最后的导演 最近风担之名的导演 几乎都和我一样在筹备自己的阴影 想不到谁能有空闲 我记得弗宁娜之前 作为演出顾问帮过去谈的忙 她应该很适合当导演吧 而且还复闲在家 弗 弗宁娜 这 这位女士真愿意去做来此吗 是那位风担水神的名字吗 我听哥哥说了发生在风担的事 没错 就是她 她不久前帮助了一个剧团 现在顺势做起导演的工作了 这 我看过那场音乐剧 她的表演很完美 剧本编排也很出色 别被对方曾经的身份吓到 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佳人选 不去试试怎么知道 好吧 千知小姐 你说得对 为了我的阴影 为了我的阴影 那就有老旅行者小姐和派蒙 带我去弗宁娜大人的府上一趟 希望她能同意吧 需要我们与你同行吗 这件事就不劳烦您了 诸位刚到风担 应该有许多想逛的地方吧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这也是身为制片人的职责 好 那我们静候佳音 我和你一起去 最好带上些礼物 我们也去 我们和弗宁娜比较熟 而且也算是我们提出的建议嘛 好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下 礼物的话 曾经人们眼中的水神大人 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 弗宁娜大人 曾经很喜欢一个钟表戒指 这次是不是也该准备一些 精巧的发条机械 准备点心不行吗 比如千里莫斯什么的 会不会太便宜了点 虽然她的确喜欢甜点 最近不是千灵节吗 我听寻鬼传商的导游艾贝尔说 是弗宁娜下令把习俗改为糖要点心的 我想 她一定也是喜欢甜点菜这么做的 我赞成萧公的想法 礼物过重 反倒会让对方不自在 好 那就去买一份千灵慕斯吧 这真的够吗 毕竟是去拜托这么重要的事 的确不够 千灵慕斯还不够甜 还要比这更甜 嗯 得配上一个比任何典型都甜的礼物 那是什么呀 你们的赞美 各位放心去吧 不用担心我们 希望弗宁娜喜欢我们准备的礼物 哎哎 要是觉得不够的话随时来找我 我可以做些烟花送给她 听候你们的好消息 我们到了 弗宁娜就住在这里 好 我去敲门 来了来了 这大中午的 你是哪位 弗宁娜大人 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泽维尔 是一位阴影导演 你好 哎 后面不是旅行者和派盟吗 还有 我叫千枝 哦 就是千枝屋的那位吧 你好你好 所以 你们这么多人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弗宁娜 你难道是刚起吗 这都中午了 啊 啊 我 我是说 这中午的天气真好 太阳 太阳暖乎乎的 像弗宁娜一样让人温暖 你说到这个时候 真是个聪明的决定 啊 我只是昨天熬夜看了些小说而已 和天气 没什么关系 啊 这是我们为弗宁娜大人准备的一点小礼物 还请您笑纳 不必那么正式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 哇 这不是千灵慕斯吗 是我喜欢的甜点 那就太好了 其实我们此行是有件事想拜托您 鉴于您对演戏卓越的追求与理解 我想请您担任我们剧组的导演一职 可你不是说你自己就是位导演吗 在这部作品上 我主要担任制片人这一职责 而且我对演艺的了解 肯定还比不上弗宁娜大人您 旅行者和派盟也在这个应影团队里吗 嗯 没错 我是场记 她是摄影师 摄影师 这可是份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啊 它影响了影片的最终质量 你真的可以吗 啊 我不是怀疑你的意思啦 只是 之前没怎么见你用过留影机 不如 就让弗宁娜出到考题吧 如果她的拍摄让弗宁娜满意的话 你就放心加入我们团队 怎么样 你这个顺水推舟的本事倒是长进了 不过 我的确想看看你的摄影水平 嗯 这样吧 我们就地取材 我来给出一些拍摄要求 看看你能不能满足 嗯 实际拍摄中 摄影师能否参透导演的意图是很重要的 我要看看你的成果再决定 准备好了吗 我要求可是很严格的 拿好留影机 我要出题了 看不出你们还真有两下子啊 拍摄所选的角度很有构图感 台词的安排也合理地展现了人物的所思所想 弗宁娜这是答应帮我们了吗 哪会有这么容易 经过上回《水的女儿》那一出音乐剧 我的名号又响了起来 不瞒你们说 这次千灵应影节 已经有好几个剧团来找过我了 只不过那些剧本都有些无聊 我提不起兴致 要是被其他人知道 我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你们 我还以为刚才都说好了 弗宁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那个 骗 骗筹是多少 啊 就是你们要给多少钱请我来当导演了 骗筹也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吗 这个 我能给您这个说 什么 就这点啊 这 这要是报到纳维莱特那里 都可以指控你低价雇佣劳动力了 抱歉 但以我们团队现在的情况来看 好吧 虽然现在不太可能加入你们了 但我还是姑且问一句 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 你们打算拍什么 啊 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 两个冲枪手 啊 等等 是那本登上过 销量榜第一的悬疑小说 原来 你也读过呀 当然读过 我对民众热爱的艺术作品还是很伤心的 哦 我懂了 你一定是把阴影的预算都拿去买版权了对吧 这 倒也不是 小说作者听说我要翻拍这个故事 几乎是用白送的价格就把这本书的版权转让给了我 资金短缺是别的原因 大概是想出名吧 钱对那位来说不重要 就像有个跨国快递员 愿意穿着我做的衣服满世界跑 我也不会收他太多钱 宣传作用早就覆盖成本了 福宁娜很喜欢这个故事吗 也 也就一般吧 故事节奏可圈可点 但人物关系有大改进 以前读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遗憾 我的标准可是很严格的 泽维尔先生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来当导演的话 剧本和表现上的修改 能给我多大的自由度 那当然是最大的自由度 我怎么可能怀疑 风担人人皆知的大明星 弗宁娜大人的审美呢 那就是 我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改编故事 也没问题了 当然没问题 嗯 好吧 看来说到底 你们还是不能缺少了我的眷顾嘛 嗯 那您这是 同意了 嗯 我加入 虽然片酬有些 配不上我的身价 但最好的剧本 就应该配上最好的导演 我可不能让一个好故事 因为缺钱就给毁了 就像不能看着上好的面包和奶酪 因为缺少烤箱 而放在一旁发霉一样 水神大人在上 我没再做梦吧 水神大人哪儿都不在 你们还是先别高兴的太早了 硬影的准备工作可是很漫长的 虽说最困难的剧本和选角已经定下来了 但之后还有场地预约灯光道具 哦对了 既然我们拍的是两个冲枪手 那还得找一位动作指导 最好是真正用过冲枪的专业人士 这方面的问题我也考虑过 原本想的是 不知道弗宁娜大人这边 有没有能拜托的关系 我吗 换作以前倒是可以拜托克洛琳德 但我已经好久都没联系她了 纳维亚倒也用枪 但她用枪的风格和小说中的人物 有很大差别 不去拜托一下特巡队吗 哦 是说那支隶属于特巡队的冲枪小队吗 没错 他们每天都与冲枪打交道 从专业性上来说当为首选 那都是纳维莱特的管辖范畴 我 我和他们不熟了 嗯 难道说 最后还是得去拜托纳维莱特 不用那么麻烦 我认识他们的队长夏沃蕾 啊 千知怎么会认识冲枪队队长的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我做生意总会碰到些破事 她帮我摆平过几次 反过来 我也帮她处理过一些特巡队不能出面的事 一来二去就熟络了 呃 有什么特巡队不能出面的事 是需要服装设计师来解决的 我对千知的工作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那最好还是别懂 不说这些了 请这位来做冲枪指导 你们觉得怎么样 能请到专业人士我当然没意见 更何况还是队长级别的 不过 特巡队的工作应该很忙吧 她真的有时间来参加映影的拍摄吗 而且 薪酬方面 很巧 她也不是那种看重钱的人 至于时间 还是得去问问本人才能知道 那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 今天可是通心粉打折的大日子 晚些时候 把结果连同明天的安排一起告诉我就行 没问题 嘿嘿 感觉有了弗妮娜的加入 这部阴影的阵容一下子变得厉害起来了呢 那是自然 等到首阴日那天 你们就尽管为弗妮娜这名字 在风担的号召力而庆幸吧 我保证 剧场里到时候连战票都会受庆的 我也会顺带找认识的人问问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来当群众演员 嘿嘿 弗妮娜总算不会被大家的评价所困扰了呀 不需要你做多余的说明 那就出发吧 我恰好知道 夏沃蕾今天在哪儿 对了 我就是随便问一下 你给我的片酬都那么少 那两位主演怎么办 他们不是大老远从到妻赶来的吗 其实 他们说这是为了和风担进行文化交流 所以 也没有什么片酬 什么 合着全世界不要钱的人都来拍这部映影了 难道千知小姐也 我们有些交情 她也同意把我的品牌名打在最显眼的地方 虽然我不是指我自己 但泽维尔先生 你还真是受神明眷顾的人呢 你还不肯定是有时务 对了 你还不肯定是有时势的 你还不肯定是有时势的 她的工作时间直接过去会添麻烦 工作时间 可她不就是站在那边看小说吗 听我的就是了 啊 她走掉了 总觉得牵制给人的感觉好神秘啊 一边说自己只是个做衣服的 一边却认识那么多厉害的人 封南亭对于外国来客的眼光并不算十分宽容 想要在此推广自己的品牌 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别说是竞争激烈的时尚界了 连我这本地人拍个阴影都困难重重 难以想象 千知小姐是如何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多认识些人肯定不是坏处 工作时间看书 嗯 侦探小说 独角戏 不 多主角 多分支 剧情到哪一步了 其中一位主角 只要做出决定她下半辈子命运的角色 我打赌 她选不对 能快点吗 有事想拜托你 这不取决于我 你知道的 取决于那位主角选什么 所以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 好吧 看来她终究还是选错了 站住 嗯 干 干什么 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就是一本书啊 我没买什么其他东西 那你一定不介意给我看一下吧 警官大人 您在这一天光看不买我没什么意见 但还请别吓到了我的顾客 让人不好做生意啊 别给我在这装 你也一样逃不掉 我再说一遍 我是丰丹特巡队队长夏沃蕾 老老实实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在你做出任何不理性的举动前 我提醒一句 我制服你的速度 一定比你的念头动得更快 我给 我交出来就是了 但 但我说在前面 如果书里夹着什么违禁品的话 那一定是老板擅自塞给我的 和我没关系啊 你 你是个落井下石的家伙 明明是你说要 有话去审讯室里抄去 乐塔利安 把他们带走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刚才还在看书 现在就有人被抓走了 这几位 不就是之前经常在报纸上 看到的旅行者吗 牵制你说的事就和他们有关 行 那和你们说说也无妨 瓦线事件过后 乐斯的源头已经被掐断 但风丹警卫队一直在回收 之前流落到市场上的残余份额 多亏了可靠的消息来源 刚才那就是最后一批了 原来夏沃蕾是为了抓捕犯人 才在那边看书的呀 哦 对了 还没正式介绍过呢 我家派蒙 这位是旅行者 这位是泽维尔 你们好 我是夏沃蕾 身份想必不用再介绍一遍了 是怕我给的情报不准吗 一定要抓线刑 不 我是想看看店主会不会自首 他大可以走上那么几步到我身前 说那些乐斯 是自己不知从哪里捡到的 如果他 但他整整一天都没那么做 反倒是我帮他挡住了你的视线之后 他就马上抓住机会卖了出去 嗯 他选错了路 但明明正确的路 离他只有三不知遥 你知道他们不可能选对 我知道 我只是希望自己错一次 好了 不谈这些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哦 是这样 两个冲枪手 你们选故事挺有眼光 需要我做什么 作为演员的动作指导就行了吗 没错 既然要拍 我就想拍得专业一些 尽量让演员握枪的姿势和对枪械的了解 都接近真实的冲枪手 不过 这工作可能会占用您比较多的时间 毕竟拍摄需要全程陪同 还有就是 给您的片酬 不用说了 我加入 答应得好干脆 这 真的吗 您真的愿意来知道这么一个小城门阴影 这没什么 像我说的 搜查工作告一段落 暂时没有其他要紧事了 而且我喜欢这本小说 家里放着金装版 正义战争邪恶的故事 看几遍都不嫌膩 那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 我们明天拍摄现场见 我的天 这也太顺利了吧 我 我得赶快去通知弗宁娜大人 还有道具师和灯光师 让他们准备好器材 明天就开拍 冷静点儿 泽威尔 应勇不是一天能拍完的 不过 我也得回去为演员准备 衣装和化妆用品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告别吧 旅行者 派蒙 你们留下 有事和你们说 那我先送泽威尔回去 他已经激动得不走直线了 我不想开拍第一天的活动 是去喷泉里找制片人 他最好能 所以 夏威尔里想和我们说什么 你们看过两个冲枪手吗 小说讲的是 一对伯爵家的子女相依为命 为母亲复仇的故事 他们小的时候生活在伯爵家中 母亲是宅子里的女仆 二人是伯爵和女仆的私生子 所以从小就不受其他人待见 有一天他们回到家中 发现自己的母亲倒在房间里 被杀害了 很明显 凶手就是同一个屋檐下 那些对他们恶语相向的伯爵家人 但奈何伯爵的势力强大 足以压下声音 案件最终被认定为自杀 正以无处审政 兄妹二人决定逃走 来日再报仇 很多年后 伯爵的家人 突然一个接一个被冲枪所杀 他们的尸体上 都有一朵盛开的红彩薔薇 是那位死去的母亲最喜欢的话 伯爵以为是那位母亲的亡魂来报复了 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但 其实是当初逃走的那对兄妹 相依为命 日夜训练 最终成为了两个冲枪手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 收集线索与证据 执行计划 最终完成了对伯爵的复仇 让母亲死亡的真相 被世人所知 是个大快人心的故事呢 没错 邪恶终将受到报应 正义终将得到伸张 我喜欢它的主题 嘿嘿 这也是夏窝蕾想要加入的原因吧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哎 还有其他原因 我读过关于你们的报道 无论是参与案件的审判 还是协助应对风丹的危机 不难看出 你们富有正义心 推理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你很敏锐 看来没少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最近发生了一起冲枪杀人案 凶手的作案手法 和小说里的情节很相似 真的吗 今天的报纸上可没写这个呀 朱颖婷暂时没有公开案件信息 因为调查没有进展 凶手很谨慎 冲枪杀人 我记得风丹用冲枪的人很少啊 不可能 冲枪队每天都会检查枪械的状态和弹药存量 开没开过枪一目了然 况且 他们都是我信得过的人 不过 案件的信息今天只能告诉你们这些 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们回去睡个好觉 明天再决定要不要和我一起调查 我知道这是在为你们添麻烦 只是我希望 正义的帮手越多越好 这不是特训队的职责 我们的工作是捉拿凶手 找他们是竹颖婷的工作 调查 算是我的一个私心 我不希望冲枪被染上污名 另外 我也很在意作案手法和小说相似的这一点 是觉得这背后存在联系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再重复一遍 这不是命令 不是交易 只是一个请求 如果二位经过明天的拍摄 对案件感兴趣 愿意帮我调查的话 我将十分感激 旅行者 你觉得呢 好吧 你说得对 我也有些累了 从早上开始就没歇过呢 今天就先回去休息吧 保持冷静的头脑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 不然到了关键时刻 你可能连那条三步之外的路都看不到 对于以上种种 我所提出的初步想法和合作方向 不知那位莱特先生 意下如何 非常周全的考虑 从神力先生的话语中 足以借你良口用心 不必谦虚 感谢您的认可 那么结论是 如果您问的是我个人 出于我自身的倾向 以及我对倒戏文化的印象 我愿意与以充分合作 但丰丹的运行 并不依托于任何一人的私情 我想倒戏也是如此 凡事皆应符合规章 自然如此 我会将具体的合作事宜 以书面形式交由莫芒宫 一周之内 期待着您的消息 萧公尝尝经络膏吧 这是林华点的 林华先吃 我是为了萧公才要的 萧公很喜欢甜点吧 嘿嘿 既然这样 我们也不要再谦让了 一起吃吧 好不好 好呀 太好吃了 好松软 入口的时候 黄油的香气特别富裕 回味也让人觉得很幸福 太好了 萧公很喜欢哪 我也觉得很好吃 而且 我很喜欢他的花纹 听说是仿造 苍巾锣的造型做的 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很好奇他们长什么样子 林华 你有没有兴趣 要不要找个时间 我们一起去水下转转开 好啊 要不 要不等下就去 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和林华一起逛的 那就说好了 多么好心的人哪 多么幸运的我 你慢点 你慢点走 这就是苦尽甘来 这就是柳暗花明 哦 我看到了 我的前方 是希望 你的前方是喷泉 我希望你至少看清这一点 不给糖就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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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我给他坚持 为什麽 什么 我 在